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4月23日 今天是星期六 我們是早上 中午時分 跟大家一起研究香港有甚麼事發生 這一節要恥笑的 是李家超 李家超 現在 就是掃走了林鄭月娥 預備做 下一屆的香港特首 星光嗨嗨支持 李家超 但是 他 還沒有開始選舉 一個人的選舉 也有那麼多滑鐵路 那怎麼辦 剛剛才開始 你的選舉工程剛剛開始 不斷 遭受 攻擊 很多錯誤 還要是低級錯誤 人為錯誤 整個星光嗨嗨團隊 還有漢奸幫你做這個競選辦主任 這個就叫做譚耀宗 譚耀宗 一幫你搞YouTube戶口 結果 YouTube戶口也被人禁止 這個 選舉工程 真的可以說得上 就是 一開閘就已經墮馬了 所以 其實非常之符合 就是我們一貫的理解 每一樣東西 習近平親自挑選的人 其實也沒有什麼好下場的 習近平親自挑選 跟習近平親自指揮 親自主導的政策項目 其實不是也是差不多嗎 換句話說 習近平 搞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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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 已經是第三次幫香港選人了 第一次 他選了梁振英 第二次 選了林鄭月娥 第三次選了李家超 我們早前跟大家詳細分析過 很多種 所謂 特首候選人的特質 偏偏 李家超 就是沒有那些人的優勢 例如陳茂波 陳茂波 陳茂富珍 有國際經驗 陳茂波沒有被人制裁 陳茂富珍沒有被人制裁 這個我們已經說了很多次了 所以說如果理論上要換人 理論上你要跟英美和解 你要跟西方世界和解 要做回生意 如果你從這些角度去想 選擇李家超 並不打算 做任何和解 反而他現在 打算 變本加厲 我們繼續恥笑李家超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目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我們的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有付費的模式 都可以支持我們 但是我們真的prefer大家 就是多用免費模式 尤其是付了費的核心支持者 都很希望你繼續運用免費模式 我們是混合模式來的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們也有支持者 真的三個項目都支持了 這樣 真的 不是那麼好意思 希望大家 多多運用免費模式 付費模式我們有幾個 我們有Patreon 我們有YouTube的會員頻道 亦都有YouTube直播節目 可以 就是繳交月費 希望大家盡量運用免費的方式 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播放欣賞 由早欣賞到晚 這個沒有違反任何規則 欣賞就是欣賞 最好 在藍絲的地方欣賞 用他的電 用爆他 不要跟他客氣了 看到Bion車不要客氣了 按他吧 明益你啦 關心你的廣告 這裏我們 一直都忘記了說 要特別名謝就是袁爸爸 袁爸爸應該 真的幫我們把我們YouTube 之前 受盡打壓的情況 找到了印度的領事 印度的領事 以我們所理解 應該已經聯絡了Google的高層 所以 我們那個主頻道的戶口 現在 現在 所面對的黃標 還有的 但是非常非常之小 比起早前10節有8節或者9節 甚至乎10節全部黃標 現在 可以說得上 是非常之良好的情況 所以我們就告訴大家 多多運用免費模式 所以我們一早都說 我們真的很均真 這裏真的是感謝袁爸爸 袁爸爸就是擁有的connection 去到印度 全香港無人能及 袁爸爸一定要做香港的外交官 外交級人物 我們回來講講李家超 這個就是明報 就是有人做先知 文章 叫做李先知 當然是筆名來的 那 就是 揭露了 不為人知的秘密 不過早就知道李家超就受到制裁了 原來 明報就是進一步踢爆 就說 李家超 想開銀行戶口就是搞這個競選工作 開銀行戶口 可以收政治捐獻 但是 沒有銀行 願意 幫這個受到 美國制裁的李家超 開銀行戶口 所以又要問一個問題 明明有反外國制裁法 可以在香港實施 有反外國制裁法 你就可以對付 香港的銀行 又可以對付Google公司 以及YouTube 為什麼 當初 要投下這個反對票呢 要問就要問譚耀宗 問一下這位 超級漢奸 如果當日你有反外國制裁法 沒有銀行夠膽制止你開戶口 你開到銀行戶口 你有YouTube戶口 就不會影響你的選舉工程 你的選舉工程 有國家在你後面 為什麼還要用YouTube呢 我真的不明白 有國家站在你後面 有那麼多國內的銀行 那麼多中資銀行 沒有一間願意支持李家超 難道又要 北京下命令才會願意去支持李家超 其實林鄭月娥也是相同的情況 早前 Tony也有跟大家說 在不同的渠道收回來的訊息 其實中國銀行秘密地 幫林鄭月娥 開了戶口 相同地 不過 那個是秘密使用 如果李家超 要擺明居馬 開一個競選的戶口 收政治捐獻 全世界都知道 有哪個銀行願意 冒這個風險呢 原來 愛國只是嘴巴說一說而已 到最後 在沒有反外國制裁法的幫助之下 香港人 香港的銀行 即使有 行運致遠的國安法 他們也不願意 幫李家超 開銀行戶口 所以 李家超 整個競選工程 只能夠 現金交收 好了 現在 就是一出集 就開始墮馬了 現在 我都沒見過人搞選舉工程 比一個區議會選舉 區議會選舉 也有顧問 你的團隊 聲光嗨嗨 竟然搞到 就是有選舉廣告 也不記得違反指引 選舉廣告 也不記得去申報 結果 又是被明報踢白 這個時候 日月神報又在扮演反對派的角色 在這裡 彷彿扮演反對派的 就是2019年之前的香港 質疑政府 質疑那些選舉候選人 有沒有跟足的程序指引 意味著甚麼呢 意味著 爛到不堪 的港共香港 就是塗脂抹粉 香港現在 根本不存在制度 你假裝有制度 說他違反指引 遲了上載選舉 的廣告 那又怎樣呢 你覺得有人會制裁他嗎 你覺得ICAC會不會拉 李家超呢 所以 假裝甚麼呢 假裝報道 假裝中立 假裝持平 這個時候揭露 根本 就是不痛不讓 這個大家就要注意了 這個並不是黃媒 將 這個 中共和港共不利的東西放大 他在做的事 是另一種維穩工程 就是假裝監察 假裝立法會議員 和建制派議員 假裝反對 說一些說話 批評政府 這些叫做小罵大幫忙 所以大家要注意了 不是 但是 好像把他的倉巴揭出來 就代表你在監察他 實際上 他在幫他 互航 情況就好像 兩個人打架 假裝勸交 實際上他不是來勸交 實際上 他嘗試 在不利的時候把兩個人分隔開 所以其實他也是另外那邊的人來的 他 看到他處於不利的時候 就扮裁判 叫暫停 把兩隊人馬分開 實際上 他也只不過 在幫助李家超 或者他現在幫助的不是李家超 他在幫助 已經腐爛了的香港 已經制度崩潰了的香港 繼續扮有制度 所以 明報流出來的所謂消息 我完全不認為 他真的要 攻擊李家超 如果你真的攻擊李家超 不是這樣的力度 揭他多一些倉巴 我們也不認為 這個就是有足夠力量 有人能夠鬥到李家超 當然我們認為那些藍色媒體 會嘗試 扮演有不同的勢力 正如林鄭月娥在做的時候 都有各大的藍媒 包括方向呀 數目字呀 不斷攻擊林鄭 李家超 就是一個根本受到制裁的人 你說習近平換他上去到底有什麼好處呢 我們就真的看不到 你不是打算跟英美和解 但又換人 那你用回林鄭月娥 就行了 林鄭月娥其實你給她一個命令 發個微信短訊給她 她什麼都會做的 封城我也不認為 林鄭月娥會拒絕 如果北京下命令 所以其實換走林鄭月娥 如果真的是為了封城 那又會很奇怪 什麼北京的命令那麼難下達到來香港 一定要換一個 中國也是被人制裁的李家超 搞個假選舉 才能夠封城嗎 所以 習近平想法 真的遠超你想像 他往往真的向錯誤的方向 進發 所以我們經常太理性去分析他 都是難以估計到底他想做什麼 有那麼多好選擇他不選擇 偏偏 選擇李家超 林鄭月娥也是喜歡做dirty job 所以 習近平親自指揮 每一次 都是出事的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揭露到這裡 一有最新消息 看看他 是不是拿著大兜現金 搞選舉 應該也挺好笑的 我們再慢慢跟大家跟進 這節講到這裡